中国南极中山站是国家级野外台站 依托中山站平台 历年南极科学考察 持续开展冰雪和空间特殊环境等业务化观测内容 同时还积极团结国内国际优秀科研团队 在中山站开展科学研究 我这次承担的工作是第38次南极长城站跃动业务化观监测任务 主要包括海洋环境要素 生物生态等学科的定时定点采样工作 这次的跃动任务学科跨度大 观测要素多 现在中山站的网络通信能力有了较大的提升 可以满足现场科研数据的实时传输 并且实现与国内后方团队的及时联系 极大提高了现场设备的保障能力 在生活方面 新安装的淋浴房给队员们提升了舒适度 以前稍胖一些的人进去洗浴就会有些拥挤 现在在淋浴房内舒展全脚都毫不费力 在这里我可以通过无土菜肥技术 每天收获1公斤以上的切线果蔬 比如青菜、茄子、黄瓜等等 在一定程度上也保障了越冬队员们的营养群衡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中山站 主要负责站上的车辆运行与维修保养 以及考察站上的水暖维修工作 主要负责站上的车辆运行与维修保养 主要负责上的车辆运行与维修保养